在座的学生们呢 我有个希望 你们毕竟是来苏托的当地的人们 那么你们长大之后 很有可能当地的文化会逐渐逐渐 现在我们的传统会受到了一些影响和破坏 在这个时候 我们年轻这一代的人 从小开始要学习自己的文字 语言 包括一些你们的各物在内的传统 包括你们的宗教的信仰的思想等等 这些呢都必须要学 同时我们很有必要大家学习中文 我们将来在这个非洲的大地上 很有可能有许许多多的这种人 在这里开发各种各样的报章 那那个时候呢 你如果会中文 会汉语 那对你来讲 你的前途有非常大的利益和作用 更重要的 我们现在这个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 共同途适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英语 那么这个英语呢 我们每个学生 每个老师都也要去掌握 那将来如果这三种语言 三种文字 如果掌握得很好的话 那么我想每个学生呢 将来就变成非常强达的人 其实人的强达呢 不仅是需要身体的强达 刚才很多学生连功夫 确实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但更重要的 我们的心里的知识 更加的丰富 要积累更多更多的这修智慧 如果我们有很多的学生 那么我们的真个心灵 充满着智慧 充满着背心 充满着世界的各种思想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内心的强达 对身体自然而然会强达 如果我们身心都会强达的话 在人生当中面临的任何问题呢 我们都可以因人而解 因此各位朋友呢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也许可能会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前往不能自保自欺 古人经常讲 不自保不自欺 生与现可寻致 有这么一句话 也许大家在学 也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 很多的遭遇呢 其实用智慧来面对 前往不能遇到这种 各种困难的事情 痛苦的事情 压抑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应该逃避 也不应该不挑战 我们应该很 善巧的方法 用智慧的方法来 去面对它 那么这样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 很好的前途 这是一方面的一个想法 还有一个 我们在座的学生们 那么你们长大之后 现在这个世界 可以说是网络 都是铺田盖地 那么我们会可能 会看到 会听到 会学到 许许多多的知识 但更重要的 我们的前辈的 孤僧显现的这些智慧术 这是非常重要 古人也是这样讲的 分身所拼无事 什么 必聪明 上信者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 先贤圣者的这些书 前往不要看得太多了 负责的话 你的智慧会债币的 你的心事会上市 最后自相续的 所有的这些高尚的道德 都可能全部灭尽 全部没有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学生长大之后 自己要保持一个 很平静的心态 同时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 智慧的这种人生 那么我们要 智慧的人生 需要在座的 自己的从小的培养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